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告 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 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我们今天的新闻的部分呢 除了刚提供的这些财经的讯息啊 请大家放在心里面 跟跟大家呢是密切相关的 那时候呢我们看一段 我让你看一段 看一段这个新闻 新闻画面 刚讲到伦敦 那讲到航运 我我一直 一直很很重视的地缘战略 在过去的在台湾可能没有人会去会会去注意所谓的所谓的路权思考的问题 台湾就是搞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东西大部分的社会的讨论我觉得层层次 都比较低一点 好但是我我经常在谈到中欧中欧班列 呃你现在看到海运 海运的除了除了就是说全球运家大涨之外 全球运家大涨 那由尤其之前的这个 苏伊士运河的塞港 苏伊士运河是从欧洲地中海 那进亚洲进印度洋 进亚洲的重要的水道 苏伊士运河于塞港之后呢 除了运家大涨之外 同时呢中欧班列的价格大涨 那过去比较少注意老师讲中欧班列的前面那几年的时候啊那真的是做辛酸的我告诉你开一辆亏一辆 那个那个虽然呢虽然开的开的这个就是说频率 那这个得不管是不管是货柜量也好或者说呢他开的 开的这个就说的加价次也好 一直都有在成长 可是实质上 实质上来讲的开一辆亏一辆 但是这两年就不是了 这这两年的倍数的成长 而且 已经可以开始赚钱 那 中国班列在估计的时候中国班列火车怎么开呀这个 因为我们在台湾了台湾你搭火车大概 大概一个火火车头拉个拉个十辆的列车 人多的时候的前后都有火火车头 差不多了 可是中国班列不是啊 你看到的我的我在我的话画面上面现在正在正在找找那个画面 让你看到的从浙江的义乌因为浙江的义乌呢离台湾的当面并不远 台湾台湾常常觉得自己跟跟跟大陆格很远 你你跟浙江 直线距离 如果说呢有有一条有一条路可以让你走过去五百五百公里 到杭州大概就是五百公里五百公里是什么概念 就是台湾头到台湾尾再多一点点而已啊 那如果你台台北高雄常常开的你会觉得开到开到 说浙江不远吗 义乌 那你现在看到画面上面看到的呢 当你可以你可以不用管他就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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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反正就就就火火车我只告诉你 你也你也不要期待你把这影片影片看完 因为 因为 因为这一列的火车的总长度 我忘了那数字我记得 十几公里 这列火车的总长度的十十几公里 他是用十个火火车头 前面 中间后面用十个火车头在推的 那从义乌的发车 从义乌乌发 发车之后呢 一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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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你把你把欧亚大大地图打开之后呢 因为浙江已经已经是在 已经是在太太平洋岸上了 已经已经在东海边上了 离台湾的这么近了 从义乌义乌就是做很多小小商品 大家都知道在 在在今年初的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大家都很相信义乌指数 什么义乌指数 就是 哪一个候选人在义乌的下定的 商品多那个候选人大概就会赢 那因此看义乌指数的时候很多人就就觉得呢特朗普赢 因为呢川普特朗普呢在义乌的义乌的商品太多了 远远超过拜登拜登没什么人气呀 最大都认为说 大概会我会赢的 可是呢没有想到最后呢 还还是拜登赢 义乌的做小商品的非常有 好 我的这个我的我的助理帮我把这对的我 因为我 依稀记得 好那 那你现在看到这列火车你不要你不要指望看看完了那里面上面你看现在像这个马马斯基的或货柜呀的等等 他的他的货柜有的地方的还跌两成 你要想一列火车 横的穿过欧亚大陆 按那个概念上面这对我一个对我一个 呃喜欢念地理的人来讲我我常夸要我地理很好 我在在大学联考的时候呢地理 九十几分 那一年 那一年全国 考生 那是我们这一一组 丁组 就文理法 那 上九十分的只有四个 那四个还六六六六应该应该应该是六个 但但是 大概就 就就那么 你看这就几万人里面只有六六个人 好所以那对我的独地人来讲 你看到欧亚欧亚大陆这么大但是 什么思路啊什么都骗人 就是我所骗人就说 我们说的思路 其实他真的就是撕而且一下子就断 他从来没有成为呢 成为 成为欧亚之间 真正的贸易的通道 好但是现在呢 欧亚大陆真的通了 就说这个中欧班列 他可不只是成都他进到了进到了中国大不只是成都西安的为主要的发车点 在中国大陆内部呢他甚至于可以呢 在 在 呃 在连云港 可以在天津 可以在在伊乌 那这地方的发车 发车了之后呢 出了中国了之后 然后呢穿过了中亚 那穿过了白俄罗斯将来甚至可能的经过阿富汗经过乌克兰这两个目前 最前的战乱区 但是这些战乱的以现在的地缘政治来讲 大家虽然的虽然不看好大部分都不看好阿富汗 可是我很看好阿富汗 我认为阿富汗的机会来 我认为乌克兰的机会呢也来了乌克兰的跟跟中国签了一带一路协议 那阿富汗估计 你有没有注意到阿富汗的塔利班在周末的发言 塔利班说谁都不可以欺负中国 呃欢迎的中中国的来到阿富汗 塔利班的现在已经已经了已经美国还没有走但是呢我们我们塔利班呢 已经呢占有了就阿富汗的百分之八十五的这样的一个土地 那我们即将的重新的是阿富汗掌权 我们要重建阿富汗欢迎的中国中国人的来投资谁都不可以的欺负中国 而且 再也不允许呢这些 新新疆的这些将独的维吾尔的这些的这些的 将独 那堵到呢阿富汗 在过去啊 为为讲就说 中国王毅的今年初的出访中东六国的时候 我就说王毅的真正在处理 表面上处理中东其实在处理新疆 因为 因为我维吾尔 因为穆斯林 只要呢只要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理解中国在新疆的作为 你美国你西方再怎么黑都没有用 新疆对新疆他有些在教育营 但是那些的在教育营是基于反恐的考虑 那从2014年当当新疆的爆孔两次的袭击不管是在新疆不管是在昆明火车站那个那个那是非常雪 血腥的 好那这个这些的爆孔的攻击平传着2014年之后 呃尤尤其2015年大陆的国安会的成立了之后呢他开始对于恐怖活动 比较有系统的管控 那整个的整个的新疆的平静的 情况的就平静平静下来但是呢倒过来讲 西方西方国家的就开始了大肆的炒作 就说的新疆的人权问题种族灭绝 我我参加其实 其实你在网络上面或者今天两岸之间交流来讲 你要你要认识几个新疆朋友得到新疆讯息或者到新疆玩 也不是困难的事啊 就就是你你如果不是刻意的要要要去要去挑衅一下新疆的一些的一些的 安全的管控 好说的基本你你可以你可以得到很多的新疆的讯息以及以你的因的生活经验 你到新疆呼吸一下空气你大概也可以捕捉到新疆现在是什么情况 他可能是过过去很长时间来新疆最好的情况 但是你要把那个在在教育营草草作成种族灭绝那这个是 这个是西方西方国国家的伎俩 呃以后有有机会我们在在谈的更更深一点好但是不管不管怎么讲 当当这些的中亚中亚地方的情况慢慢去稳定了之后 中国班列你刚看到的他是从义乌出发了之后嘟嘟嘟嘟嘟嘟嘟他可不是开到法兰克服 他可不是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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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欧指到中亚指到德国不是 他开过了整个欧洲 然后呢再从的英法的海底隧道出去了之后呢他到伦伦敦 你可以说呢他从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到最最西端贯通的开完 那内列的火内列的中国班列的火车全长的十十四五点十四点五公里十四点八五公里 你你你如果说的有平交道的等你等都等等的等死了 然后呢他总共有两百八十七节刚看到的内内列两百八十七节 中国班列里面过去动不动的上百节的长长这也是一个问题将来 将来呢当然他经过大部分都都是呢都是呢比较人员罕至的地方了但如果将来 慢慢的中亚发展起来了之后呢你碰到这种火车的时候你要等很久啊这个也挺麻烦的 所以将来势必还还会有有很多的高价的地下道啊需要去挖掘的要不然 那么这种火车的东西这样的跑跑下来之后 你光你光是等等火车啊等火车呢就挺累的我们在像台湾现在地乎都已经是 大的都会区呢铁路都已经地下化了无非就是那不希望铁路能影响车流 可是中国班列 他将来当然现在 现在都都是货运你看都货运将来呢可能的人跟货的都会拉 另外呢他可能会申诉 这些呢都对中国班列的未来 我讲的重点不是中国班列 我讲的重点是呢这条路线上面的所有的国家的铁道系统的会贯通 现在中国班列要从头跑到很麻烦中间有好好几个节点是要停的 每个每个每个国家的铁路的铁路的轨道的宽载的不一样 那的这个轴轴距的不同所以经常进到一个国家之后呢就就必须要呢 所有的这些呢这些的货柜要下来要重新的再再上的新轨道新车厢 他会浪费掉很多的时间 但是未来呢一路的贯通的所有的轨道的宽窄的幅度都一样 成为欧亚的铁道的新标准 其一的标准 我认为在未来不不远 大家就会认真谈这件事情 会把铁道的标准的都拉平 那再回头来看的时候呢就就是 那亚亚洲的因为亚洲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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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破碎的地形破碎地带 亚洲很多的国家都在岛屿上上面 印尼的是最大的岛国 菲律宾的是第二大的岛国 日本的是岛国 韩国算不是岛国在朝鲜半岛 可是因为被北韩给挡着 所以呢 韩国的也形同是是岛国 台湾的也一样 这些跟欧亚大陆的都不连通的 所以 像中欧班列的欧亚的欧亚的陆路的打 打通啊这些的岛国呢都没办法想出到什么好处 不过未来这些的岛国 我相信将来都会有交通的会联通 都会的整合到欧亚大陆的交通系系统 台湾在这方面 我觉得把意识形态放下来 越早开始越好 中国大陆有一些的建设说我们要要在2020302035年 要要盖一条呢横跨台湾海峡的通台湾的台湾的高速公路 通台湾的这个这个铁高高速铁路 好吧你说你凭什么你我我不让来你你能来吗 或者你技术上面真的办办得到吗 我相信就上面只看你要花多少钱了 但重点在于意识形态上面要打通 整个欧亚欧亚路快的整合跟崛起 我觉得是21世纪的划时代的大事 不要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错过了这个形式 整合的越快越好 你想东南亚 这些呢东盟的这这几个国家的表态呢就很积极了 现在中国班列畅通了之后 在过去呢对于整个的欧亚铁路往南延伸到新加坡 那包括了包括像印尼马来西亚这些地方 现在态度的都很积积极了 整个欧亚大陆的路快的整合 亚洲的这些的破碎的岛屿的地带应该更积极的参与 讲到伦敦今天早早上的时间 我觉得重要的事情的是意大利三三比二的踢垮了英格兰 虽然的最后呢是在是在的在PK点球的时候的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三比二赢球 不过这件事情背后超级政治 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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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个是英国脱欧之后 英国脱欧之后 然后然后以英格兰为主场 英国为主场因为球在伦敦T 球在伦敦T 结果呢导致整个的整个欧洲的路快 几乎的都在为意大利加油 你想像法国临近的临近的法国 法国做民调你为意大利加油还是为英国英国加油 过去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呢法国跟英国比较亲近一点 英法铁路啊欧洲之星 Eurostar 好可是呢 调查完之后发现了有七成的法国人希望意大利 有两成的法国人觉得他希望英国英格兰赢 有一成的人不表示意见 英国呢现在在欧陆的人员之烂 在这场的比赛里面的甚至有许多的质疑英国 作为一个今年的欧洲杯的主办国 但是呢在 用很多的 很多的技术上面 让英国呢除了面对到的球 比较弱当着以主场来讲呢可能无可厚厚非啊 那在排排成的时候对英国有利 除了有利之外 英国甚至于在在赛程当中来来讲英国进行的七场比赛里面 有六场 都是在英国的主场比赛 他的主场优势的极为明显包括这场的冠军赛 所以意大利的是在客场作战 可是全欧洲都在为意大利加油为什么尽管高贵都了 好那个啊反正反正的郭台铭的已经跟跟 复兴上海复兴签约了这个BNT的疫苗而且呢看起来是 呃是是是比我们的原来的国家队的采购价格要便宜很多 便宜的大概百分之二三十百分之三三十以上 呃郭台铭也讲了中国大陆呢大陆的北京的并没有任何的刁难或者是打压 郭台铭讲这个话 刻意讲讲给台湾台湾听的 呃也让也也还还大陆一个一个公道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打压台我们希望台湾很快的能够能拿到台湾需要的疫苗而且一千万剂 好那这个当然郭台铭拿拿到了之后那就看什么时候开打这个对于对于民进党政府过去操操作疫苗这件事来讲是重重的打脸了大家的 惊慌失措的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了希望疫苗很快的进来很快的排成让大家的都能够打得到 好了先看一下这个的台子期开盘啊待会呢再来再来看一下的这一这次的 这次的欧洲杯的欧国杯欧洲国国家杯的比赛因为 因为之前我跟陈凤卿还小聊今天今天待会九点半钟的又震惊龙凤沛 之前震惊龙凤沛的也曾经小聊过我们小聊原因是因为这次的欧洲欧洲杯要周围的周边的广告你在看转播的时候呢 那个的场地的旁边的广告里面呢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都都是中国企业的广告 你看到都是很多中文字 中国中国企业借着这一次的欧洲杯砸的大广告 你知道这一这次因此把欧洲杯给办成了本来的大政府就欧洲因为本来是应该2020年比的 那因为疫情延后延后的时候大家又很担心的因为 足球很烧钱 又很担心的钱不够商业赞助不够办不了就是会亏钱 好结果呢 结果办办成了为什么办成因为中国企业踊跃的投入 投入的商业的商业投入的广告的广告的预算比2016年都还要高 在疫情期间 那这个欧洲的族总收收到了更多的更多的商业的赞助就是A级的赞助 中国企业的投入 我们在谈这件事情 中国企业到底在想些什么 为什么对欧洲杯开始投入这么多 好但是呢现在的重重点的是欧洲杯里面的政治 好那待会讲来先看一下这个 呃台子旗台子旗 夜盘的是大涨156现在开盘了之后呢台子旗涨187点 比夜盘涨更多17848点的位置 4525口的成交量 电子旗金融旗非经电的现在都是上涨的形态 好那讲到欧洲杯当然了 嗯因为是欧洲国家杯 但是英国呢 英国英国上一次在欧洲国家杯夺冠了 是55年前 55年前是什么时候55年前的是上个上个世纪的七零年代 那你知道55年前英国英国跟欧洲是什么关系 55年前的 那时候呢英国积极的想要加入欧盟 一直想加入欧盟 欧盟甚至拒绝他 戴高乐还把他给活生生的给踢出去 英国还办公投 英国办公投的英国公公投英国公民公投完说我们要加入欧盟 跟后来的脱欧公投是完全相反 英国英国这个国家因为因为他一直他在大西洋当中 卡在他后面的跟他同源同种的美国 美国毕竟 呃 血浓于水吧 人人不清土清啊 跟美国的种种是情感上面近一点 可是他地缘上面他就在欧陆边上英吉利海峡 不过三三十几公里啊 因此英国这国家的就始终的就就尴尬 好那55年前英国是热烈的要加入欧盟 欧盟不想让他加入 死屁赖的 拜托让我加入好吗 好吧就就加入了 加入55年之后的英国英国脱欧 这55年的过程当中英国都没有拿拿过呢 欧洲国家杯的冠军 这个就一个这个足球强权来讲 这很丢脸啊 好但是这次呢好我不容易 外不管是裁判爱国裁判的帮忙啦 不管是在在在这个场地的安排上面英国踢的七场比赛 竟然有六场欧洲欧洲这么打过国家的二二十七二 二十七八个 那竟然的有七场比赛呢是在在英国在伦敦的伦敦比赛的 这个对其他国家来讲这算什么因为 你知道棒是任何的职业运动大型的比赛都一样我过去讲过吗全全球的统计都一样 主场的胜率就会有六成 客场的胜率就剩下四成 所以呢你在主场比赛 你赢球的机会呢就最少多百分之四十 好所以当英国大部分的比赛呢都在都在了都在英国的主场比赛他就已经觉得不公平 这这个怎么可以这样排 就是为了为了把奖杯呢留在留在英国太明显了 好那最后呢 再加上的过过程当中的对丹麦的那一场很明显的有爱国裁判了那判给了英国一个点球 好吧让让让英国的赢了那个让丹麦的也很欧 整个呢整个欧欧洲的舆论的开始沸腾觉得英国的为了在55年之后呢在英国留留下冠军杯呢有点不得不择手段 那再加上了英国脱欧 再加上了 Boris Johnson 今天是7月12号在一个礼拜之后下个星期一是英国的自由日这个自由日呢是Boris Johnson订的英国的首相订的因为他从7月19号开始 我们不带口罩了就算了病毒会把我们给搞死没关系我们就跟病毒拼了 他听了头头皮发麻你能不能看到呢昨天的今天凌晨 今天凌晨呢欧洲国家杯的这场的冠亚军赛的转播 满场的六六万五千名以上的观众啊在伦敦大部分都不带口罩 他觉得当然从欧洲的角度来来讲反正你英英国的英国事你们要感染了你搞个搞死你自己算只不觉得呢太不负责任了又回到了那个群体免疫又回到了这个Boris Johnson之前在染疫以前的态度 就是很消极就是他就管管不了管不了算了 即使呢英国英国下百分之九十的新的感染都都是呢delta病毒 但他说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打过第一季了甚至有很多打第二季了所以就算感染了也不会死 重症的比例呢也不高那就当作感冒吧那就就开放所以呢 呃告诉大家说通通不用戴口罩了 那不只是呢职业比赛的开放连连这个呢英国人最最喜欢去的怕不得也都开放 大家去看你英国英文你你是想要搞死大的大家是吧 好但是呢又在英国的办比赛有很多的球迷的嘟嘟嘟嘟到英国去看比赛看到英国人都不戴口罩大家你看到的可戴口罩的可能都都不是英国的 再让英国用不光彩的方式的想要留下冠军杯所以全包括连苏格兰 苏格兰的大媒体的都公开的说呢 拜拜托意大利加油啊一定要一定要打败打败英格兰你看苏格兰跟英国来英格兰理论上是同一个国家但是呢那种的情感差真远 连欧盟的欧盟的这个这个的职委会的主席呢都讲话了都觉得希望意大利赢 大家都希望意大利比利时他都希望意大利赢 结果呢开开赛呢才100多秒而已不到两分钟的时间英格兰就进球他就哇 看见英格兰正在留下冠军杯结果到了下半场六十几分钟的时候呢意大利也进球了最后呢逼近延长赛之后呢大家都没有再得分然后就开始呢PK 最后呢意大利赢了 英英国如上考比欧洲全欧洲欢欣鼓舞 英国脱欧是吧你最好连足球都都脱欧吧我觉得英国幸好输了啦英国这次如果赢的话呢我估计 连英英超大概都都准备脱欧了 英国现在是 雇人愿了一个国家搞到这个样子 Feng hear you 喘 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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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员